一輛輛公車進站 表面看似正常 但大有巴士卻驚傳 遭到新北地院查封 扣走 仔細輛車 貼上法院封條 拖吊車進到大有巴士總站 把公車一輛一輛都上了拖車 突起來大陣仗場面 讓在場駕駛都一頭霧水 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是大有巴士現任股東 遭控積欠前董事吳東營一千萬 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但大有巴士反控 吳東營當年虧空公司二十幾億 現在卻出現其他人 已擁有當年董監事債權名義 查扣大有巴士車輛 意圖癱瘓公司營運 而日前大有巴士兩輛二六二公車 四輛二五七路公車 兩輛一九六八路公車 新莊站也有六輛車被原地查扣 總共十四輛車無法上路再課 昨天是萊托四輛車 原本是四十一步 現在變三十七步 車子還是夠 還是夠用 前董作吳東營接稿前都尚未回應 只是大有員工都還是很訝異 前董作掏空案還沒有落幕 反過來又向法院申請查扣謀生工具 而大有巴士表示會調度車輛支援 不會因為車輛查扣影響營 記得阿公 養麥 校衛山 和慧柔 新北報導 贏最囖案沒有感覺 其實德行超乖